我要变成黑板,让老师看不见我 那我变成吊灯,只要老师不抬头,就一定找不到我 哎呀,我变成什么呢 我还是变成桌子吧 千人学,你变成黄色的桌子,肯定会被老师看到的 那应该变成什么呀 看我的,我要变成讲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们都藏好了吧,我比比东老师要来找你们了 哎呀,为什么有一张桌子是黄色的,让我来看一看 啊,可恶的比比东,你干嘛打我 原来是千人学呀,你已经被我找到了,我比比东老师要给你布置一百个英语单词 哎呀,我惨了 让我来继续敲敲课桌,看看谁能被我找到 哎呀,怎么一个人也找不到呀 嘿嘿,比比东,你真笨,只有千人学一个人变成了课桌 五六七,你竟然变成了讲桌,出来吧,我已经发现你了 糟了,比比东听到我说话了 五六七同学,我比比东老师要罚你写二十篇作文 哎呀,我最讨厌写作文了 现在就剩小五小红俊没被找到了,他们变成了什么了呢,会不会是黑板呢 糟了,比比东要发现我了 哎呀,今天的黑板怎么这么坚硬,让我用放大镜来看看 嘿嘿,这不是小五吗,我已经看到你了 哎呀,还是被找到了,怎么没有同学们保护我啊 好啊,小五,你竟然偷偷向同学们求助,我要罚你写二百本练习册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还是先把灯关掉吧,要不然被找到,就要被罚写作业了 这是怎么回事,天怎么黑了,难道要下雨了吗 不对呀,外面明明是有太阳的,难道是 我明白了,小红俊一定变成了灯,出来吧,小红俊 我不想被罚写作业 小红俊,你是最后一个被我找到的,不用写作业了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比比东老师 小懒虫比比东快起床了,上学该迟到了 哎呀,原来刚才一切都是梦样 猜猜我们的被子里有谁 没问题,要是被我猜到了,你们的家庭作业就要加倍 现在开始点名,唐三 点到名字没回答,下周的作业统统加倍 哎呀,二龙老师太狡猾了 好了,阿七被子里的唐三快出来吧 老师,你一定找不到其他人的 让我想想,下一个点谁的名字 胡烈娜,我知道你在被子里 哎呀,二龙老师真厉害,他是怎么猜到我的 不过,我要给老师加大难度 哦,嗯? 怎么三个被子都有胡烈娜的声音,他到底藏在谁的被子里 嘿嘿,我就藏在比比东老大的被子里 大家可不要告诉老师哦 哦,我知道了,原来他在比比东的被子里 胡烈娜别藏了,快从比比东的被子里出来 哎呀,你们这些人太坏了 居然告诉老师,我藏在哪里,我不和你们玩了 现在,你们的被子里还有几个人 我的被子里还有一个人 我的被子里也还有一个人 老师,我的被子里只有一个人 这是你们谁点的汉堡套餐 是我的,是我的 糟糕,我怎么发出声音了 戴木板,快从阿七的被子里出来 我听出你的声音了 阿七,对不起,我肚子饿了 这时没忍住 好了,阿七被子里的人全都被找到了 今天的家庭作业加倍 哎呀,真倒霉 那我现在就回家写作业了 小五比比东,你们可要小心了 再被我全部找出来 今天的作业就要超级加倍了 没问题,老师你就尽管猜吧 小五那边最好猜了 对呀,老师,我被子里的人最好猜了 你快猜吧 哼,你们休想迷惑我 小五和比比东的被子里到底还有谁呢 咦,这里居然有本日记 三月二十日,今天早上醒来 我发现自己,居然又尿床了 还好妈妈没注意到 忽然我又要被说了 糟了,这是我的日记 上面写的全是我的糗事 可不能再让老师看了 老师,你好考验 偷看我的日记,居然还念出来 比比东,你输了 今天的作业翻五倍 不行,阿尔隆老师 你还没猜到小五的被子里是谁呢 等你猜对了我才会做 那好,反正我马上就能猜到小五被子里有谁 小五你可要加油了 不然我们就要做五倍的作业了 放心吧,比比东 老师肯定猜不到的 那可不一定 小五,你先说说 是不是我们班里的同学 是班里的同学 那就是荣荣 不是哦老师,你猜错了 难道是竹青 不是,那就是签认许 不是的老师 还不是啊 不可能啊 我们班里的同学就这几个 还有谁我没猜呢 嘿嘿 开始的时候小五说他的被子里只有一个人 那肯定就是他自己了 老师一定想不到 老师,你只能猜一次了 要是再猜不到 我和比比东就一周不用写作业了 这是我的精灵帐篷 这是我的精灵帐篷 哼 臭小五 你干嘛跟着我还学我说话 你瞎说 明明是你跟着我的 小五,你太过分了 居然用奶瓶丢我 你才过分 这个奶瓶本来就是你的 哎呀,好冷啊 精灵小五比比东 能让我进你们的帐篷暖和一下吗 不行 你脏兮兮的 会弄脏我的公主群的 那好吧 可是我真的好冷啊 大七 你来我的帐篷里吧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精灵小五 精灵比比东 马上就要下雨了 能让我到你的帐篷里躲躲雨吗 不行 我这里太小了 你进来的话就太挤了 你去小五那边吧 可是阿七已经在小五的帐篷里了 哼,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完了完了 看这天气马上就下雨了 我该怎么办啊 蓉蓉,你来我的帐篷吧 我们可以挤挤 不错 你快进来吧 我让你 谢谢你们 嘿嘿 小五真是个大笨蛋 让阿七和蓉蓉都进她的帐篷里 不挤就奇怪了 哎呀,刮风了 今天的风怎么这么大 比比东 要不你也到我的帐篷里来吧 这么大的风 你一个人在那边不安全 我才不要呢 你的帐篷急死了 比比东 我看你还是过来吧 大风一定会把你的帐篷吹走的 哼,你这个乌鸦嘴 我的帐篷才不会被吹走 哎呀,糟了 我的帐篷要飞起来了 比比东 快过来吧 我看你的帐篷肯定要被吹走了 就是啊,比比东 现在风这么大 一定很冷 人多吉吉还恼酷一点 哼,我才不过来 他们一定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才不会上当 疯,不过是吹风而已 这可难不倒我 黑暗之力 驱散 怎么样 风停了吧 我才不要和你们挤在一起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帐篷多说话 不好了 打雷了 马上要下雨了 比比东 你快过来吧 下雨有什么好怕的 我的帐篷可不怕淋雨 我看你们就是羡慕我自己住大帐篷 想让我和你们挤一起 比比东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们可是为你好 怕你一个人在那边有危险 才让你过来的 就是啊 以比东 你这么说 真的太过分了 不听不听 忙吧念经 嗯 小五荣荣 我们别管他了 就让他一个人在那边好了 我的大帐篷可真舒服 还是一个人好 我的帐篷怎么进水了 不好了 我们快看 以比东的帐篷漏雨了 哎呀 荣荣 你别管他了 他就是活该 以比东 你的帐篷漏雨了 你已会生病的 你还是过来吧 我才不要一点雨而已 看我的 黑暗之力 黑暗之力 糟了 我的魔力又完了 我的帐篷飞走了 比比东 你有没有事啊 我没事 对不起大家 都是我的错 我太任性了 我应该听你们的话了 没关系的 比比东 小雪儿你 变成天使吧 不行 小雪儿要跟我一样 变成恶魔 我才不要当恶魔 我要当天使 好人唐三 你也来和我们一起 结成天使吧 我不当天使 虽然我是好人唐三 但是我喜欢小五 所以我要当天使 小五 三队来了 那我选天使比比东 我来当天使 坏人五六七 你走远点 我这边不要你 你去臭兔子那里 可是我这边不说坏人 你是恶魔 坏人都是你呢 比比东 我才不是恶魔 看看你翅膀和牛角 你就是恶魔呀 我 我 反正我不是 你们吵够了没有 吵够了 我可要选人了 天使比比东 我就要选你 小荣荣 你要选我 还是选择恶魔小五呢 我跟小五是好闺蜜 我当人选小五了 可恶 我们得到的小心心一样多 这然我就不能去天上了 比比东 我们一起 留在地上不好吗 谁要留在地上 我可是天使 我要拿到足够的小心心 然后去天上 我这就去找更多的人 来加入天使阵营 天使魔法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天使 我肯定能够得到最多的小红心 然后就到天上 哈哈 你不能这样 比比东 我才是真正的天使 你们听我说 为什么我生下来 就是人人讨厌的恶魔 还整天给小朋友扔狗头 我也想让大家喜欢我 东东 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因为你是善良的恶魔 才不是呢 哪怕我是一个善良乱于助人的恶魔 大家也都讨厌我 如果我跟兔子你一样生下来就是天使 那该多好呀 那我们就交换一天的身份吧 我当恶魔 你当天使 身份互换 原来是这样 那我岂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恶魔了 没关系 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魔法正会失效呢